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時,我是經濟日報的李久慶 中港股市,今天再一次上演小股哉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是四日兩溶斷,港股先破底 還沒講題目之前,先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下跌了647點,跌幅有3.1% 收到20333,成交顯著增加了,超過1000億,去到1072億 跌市成交真不利,大家要注意 講回今天的題目,四日兩溶斷,焦點當然是在A股 大家先看看A股的走勢 上演指數開始不久,大概十多分鐘已經跌了5%,第一次溶斷 休息十五分鐘之後,一回來,更快跌了2% 全日已經跌了7%就是休市 總共全日交替交易時間都不足15分鐘 收報3125,走勢上高就非常之不利 我們看看這個日線圖,你看到這個雙頂的形態很明顯 經過今天一跌,這個雙頂就一定確認了 不單止上證指數雙頂獲得確認 這個深城指的雙頂也確認 滬深300指數的雙頂也獲得確認 上證指數後市怎麼看呢 記得今天的經濟日報,港股死火一文裡面 我都說到,A股昨天彈了兩天,是不是就說沒事 我寫到說未必 我就引述這個美銀美林的報告 就說,A股可能要跌到2600點 那份報告的分析員那個理由就是 A股要去槓桿,就要付出代價 代價就是要跌到2600 我亦都寫到,2600可能 你會覺得多的話,3000點又如何 3000點起碼應該會到 為什麼這樣看呢? 其實就是看著這裡,就是雙頂量度跌幅 起碼都跌破3000的了 所以,3000估計都走不掉 現在急跌之後,不排除 又好像上次這樣,熔斷之後 有技術性反彈的 但反彈完之後,都是要向下落的 所以,中線的來看,都是要向下的 雖然短線不排除有些技術性的反彈 為什麼可能會有技術性反彈呢? 就是因為,阿爺照計 在第二次熔斷之後,都會出手的 國家隊應該都會維穩的 明天,原本可以說減遲的 大股東,到期,半年到期 但應該就出一些新規矩 就是變相,令到他們減不到的了 即是沒有那麼快減到 另外,國家隊估計都會盡長維穩 包括是什麼呢? 國家隊不單止是股市可能會盡長維穩 實際上,他今天已經在香港的 人民幣的離岸市場那裡已經維穩 人民幣離岸的價也都已經反彈 當然,在岸價仍然是遠的 去到接近6點 但你不要忘記,他們大概有超過1000點的差價 所以在岸價,現在看到這幅圖 在岸價可以進一步下跌 向上,即是下跌 而離岸價那裡回穩 令到差價收窄 即是減低下跌的預期 所以明天上證指數的表現就很關鍵了 會不會是先低後高 即是有一點反彈呢? 回穩呢?值得注意 上證指數如果真的回穩 對港股的情況有什麼影響呢? 港股今天呢,就是剛才說過 港股先破底 恆新指數,今天收20333 已經低於9月29日 即是上一個跌狼的低位 當時是20368的 已經收於期下 而且成交也是大真的 要小心啊 中期啊,不理好的 國企指數仍然是明顯的 今天裂口下破了這個 9月4日的低位 當時是9058 今天呢,就收9753 最低的見過呢?非常容易頭 但是悲慘地很容易頭 今天的低位呢,是8688.28 那已經破了底 但是剛才說到 A股呢,很可能會有些維穩啊 看看指不指到咳 如果指到咳 在情況下,不排除呢 港股呢,都是有機會出現一個 先是一個技術性反彈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們都見得到 國企指數這個圖呢 已經是破了底 它有機會可能是技術性後抽 才是再下的 那,有些人說這個是一個頭肩頂 頭肩頂應該是低位升上來 叫頭肩頂 那其實它由高位跌下來 那已經不是頭肩頂 但是其實是什麼呢? 你當它一個平底三個人 是一樣的 因為照理人照度那些 幅度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照理人照度下去呢 不排除跌到7500之下的 那起碼現在看著8000關先的 那所以呢,如果A股真是回回 它可能技術性後抽先 然後再下 下望8000或以下 同樣,恆指也是 去到可能二萬邊呢 會有些增持 不排除有些技術性後抽 然後再下 好了,今天的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